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3号 我们继续的说伙使 我们昨天说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张春桥 永远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 到了安庭 去了上海 毅然决然的独断专行 在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了字 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合法组织的地位 同时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张春桥在11月13号 对北上的这些上海工人们做了一番讲话 忠心的意思是承认这五条 但这不是张春桥处理安庭事件的最核心的讲话 张春桥在11月16号 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份工人的时候 做了一番长篇的讲话 讲新中国的历史 讲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那十多年的历史 然后呢 讲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然后呢 讲这个 这个 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原则 讲这个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然后 这个讲工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这种政治和历史责任与担当等等等等 应该说啊 66年11月16号张春桥的这个讲话 那是真正的 这个 获得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热烈的拥护 张春桥后来在整个文革十年期间啊 之所以永远 他始终兼着上海市工人院会主任这么一个角色 上海 那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 经济中心 上海人的这种政治素质 各方面的东西 那确实还是啊要要要要高一节 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来说 而上海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 包括安清世界 包括后来一月革命夺权 包括建立上海市革命院会等等 包括所有的十年文革时期 上海取得的社会经济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都和张春桥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而张春桥的对上海的这份领导 是建立在张春桥对 建立在张春桥在上海的这个口碑之上 上海人民那十来年里对张春桥 那是真是竖大拇指的 所以上海当时成为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典型 一个红色的典型 就革命搞得好 抓革命搞得好 促生产搞得也棒 文化大革命十年 所以十年上海的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取得了相当的历史性的进步 和这个张春桥与上海人民 尤其上海工人阶级之间的这样的认知认同 和深厚的感情也是分不开的 而六十年十月十六号张春桥的讲话 应该说真是打动了上海工人阶级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样的材料不多见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做一分享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的 总司令部部分工人的讲话 这个录音呢 是记录于苏州的铁路中学 他说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见面 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 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 我下面再讲 我接受任务 由韩哲一同志讲到 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 讲了放行的话 这的确是古木同志做出的决定 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 认为是不对的 怎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 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 头一天六十万 第二天一百七十万 检阅红一兵了 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两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 日日夜夜忙着 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 总理忙了几天都没有睡 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 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 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 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 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 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 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 拿我个人来说 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 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 写了一页 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 我看了一眼 我就去打电话 问飞机怎么样 因为飞机要临时掉 班机没有 这样忙着出发 非常仓促 到了上海机场 也没有来得及 就急急忙忙 向安庭去 同志们 这几天 在上海也好 昨天晚上也好 对我提出的批评 说我在安庭讲话不妥当 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 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 他刚到安庭的时候 还是带着中央的意图去的 说的还是没有签字 没有肯定上海工人的要求 所以后来大家也给他提提意见 到后来张俊佳才认识了 然后转变了 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 我是个共产党员 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 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 不是那么从容的调查过 当时同志们要知道 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 讲了那番道理 陈伯达给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给工人 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 是修正主义 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 告诉了伯达同志 那时陈伯达同志 匆匆忙忙写这封信 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 我不是讲客观原因 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8月18日 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 铁路运输很紧张 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 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 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 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 现在天安门广场 就像星期天的南京路 随时开50万人的大会 这要安装个喇叭 就有这么多人 过去来北京的最高 每天达10万人 到后来每天达20万人 有一天达到了26万 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 车厢底下的弹簧 都有要断的危险 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 中学本来是10%的 实际上哪只10% 其他旅客车子停了 货也运不出去 这样的情况 就变成了好多 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 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 大串联的人 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 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 停止大串联 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 交通太紧张了 这是普遍的 对我们的压力很重 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联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 到全国各地 可是我就抓住 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 很糟糕呀 对中央文革小组讲 你看看 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 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 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 形势来看 都是个焦点 好多道理 社论上 社论上反驳 你们看 就是这个交通问题 从来没有写过社论 这问题难说的 我们就是这种心情 很焦虑 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 我就带着这种感情 跑到安庭 我的感情 比你们的感情相差 十万八千里 你们的遭遇 你们碰到的问题 听说以后 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大概和韩哲 一同志差不多 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 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 独立的做一个人 独立的一个人做出正确判断 这是困难的 所以我不是吧 当然 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 慢慢懂了 这个电报 讲的不完全对题 他讲的 说的就是陈伯达发的电报 不适合情况 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 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 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这方面写电报时 确实没有多想 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 是没有来得及问 对文化革命来讲 当然是抓革命 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 是不管的 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 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 生产受影响 人家有攻击 我那天讲过这话 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 之一 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 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 那么骂娘的就多了 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 他要说文化革命搞糟了 糟得很 58年59年 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 那是一场大革命 是一场思想革命 先有思想革命 然后带来文化革命 这样好的形势 到60年后就下去了 就是因为自然灾害 苏修破坏 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同志们应该记得 60年到64年 资产阶级攻击 三面红旗 资产阶级攻击 三面红旗 多厉害 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包括那些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 什么蒋介石不好 但是就是有大米饭 那些话 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吗 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 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 来攻击我们的革命 要资产阶级复辟 包产到户 减散人民公社 工厂里原来大约禁礼 破坏的制度 有很多都恢复了 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 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 党中央竭力避免 在前次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 文化革命小组 在这方面为中央做参谋 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 他讲了60年代初 60年前后 从大约禁一直到三年困难时期 当时 当干风 黑暗风 60年代初开始刮 讲了这段历史 同志们提出对博达同志的批评 我刚才讲 我已经告诉他了 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 他表示心里不安 他要我有机会的话 告诉同志们 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 博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 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 他说 怎么办呢 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 我讲 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 请你先想一想 既然那天很仓促 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 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 博达同志又说 是不是写第三封信呢 我说 你如果要写的话 我赞成 再写一封信 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 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马上写 你想一下这个问题 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 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 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 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 中央呢 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对博达同志的批评 以转告 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 我还要继续转告 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 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 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 能够纠正 我从安庭回来后 那一天没有来得及 因为回上海深夜了 也没办法 也没法去找他 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 在文化广场等我 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 结果没有来得及 赶到文化广场 到了文化广场 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 继续了解情况 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 同志们可以了解 从在安庭一定要我表态 我一直没有表示 这是不是革命行动呢 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呢 到文化广场 我明确的表示我的意见 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 对这个问题认识 比在安庭大进了一步 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 本质在什么地方 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 这样就是说 用了24小时 我这个决心下的还很不慢吧 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 没有和华东菊同志商量 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 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 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 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 才给陈茉达同志打电话 把同志们刚才对我 对陈茉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 他听了这样的话 心里很不安 并且也把五条协议 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报告给了他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 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 到了晚上 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 认为我在文化广场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是应该这样做的 对你们的组织 你们的行动做出了判断 完全正确的 陈茉达同志 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 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 和陈茉达同志在最后 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那么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 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 是革命行动 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 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 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 现在就改过来了 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 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 处理那么正确 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做出比较正确 比较科学的判断 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 怀疑陈茉达同志 我就想做些说明 我刚才说 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 我们彼此更了解了 我们处理的过程中 工人同志的讲话 发言给了我很深的教育 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爱的 热爱毛主席 热爱党中央 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 你们这样的深厚的感情 教育了我 感染了我 我想这一段时间内 时间虽然不长 但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说 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 对我来说也会成为 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 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是在安廷见面的 第二次见面跑到苏州来了 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我们彼此谈论革命 谈论这无产基金文化大革命 谈论如何把我们无产基金文化大革命搞好 很多同志说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 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 现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后 赶快召开座谈会 来谈一谈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 你们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们觉得怎么解决 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 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些什么问题 是怎么样的问题 怎样的情况 工厂与学校不同 与农村不同 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你们有些什么想法 我现在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 能够及时的把你们的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 要求尽力报告中央文革小组 报告中央 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同志们也知道 我们无产基金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解放生产力 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 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 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 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 但是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我们工厂 可以建设起来 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工厂 但是建设成了 它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工厂 特别是我们上海的工厂 原来很多是帝国主义办的 买办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办的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还有封建主义压迫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所有制方面是解决了 但是在制度方面 各种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制度还有影响 从苏联学来的一套东西 使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制 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不能发挥 在这样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办工厂 把工厂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要办成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 是要经过斗争 经过文化革命 加以彻底改造 如果我们工人阶级不进一步革命化 不把那些阻碍工人实现革命化的障碍 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 阻碍发挥工人积极创造性的东西 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 甚至封建主义的 对这些东西彻底破除 不把毛泽东思想在工厂企业扎下根来 那我们的工厂企业搞不好 生产搞不好 但性质也变了 从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了 所以应该是抓革命 粗生产 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 政治是统帅 思想要领先 不是不革命抓生产 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 更不是压革命抓生产 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 这两个东西一定抓 在这里就是抓革命 粗生产 这两个字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抓生产 粗生产 那就不行了 只能是抓革命粗生产 当然也不能把生产搞坏了 在革命的过程中 粗生产受某些影响是可能的 但是要竭力避免的 我想每一个工人都是热爱生产 热爱劳动的 不爱生产 不爱劳动 这是资产的一思想 这是四九 那是要破的 我很高兴和同志们接触中间 看到同志们革命积极性是很高的 你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 我想你们可能成为上海工人企业文化大革命中 最活跃的分子 成为骨干 成为带头人 我和一些同志接触 从你们的谈话与发言中 我有这么个感觉 经过这几天 我们彼此更了解了 我觉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厂企业中 同样好 同志们 你们肩上责任 更重了 要真正把革命弹子挑起来 使我们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 使我们上海200万工人阶级更加革命化 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 学会管理工厂 学会 学会管理工厂 学会管理企业 想出各种办法 使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工厂 不会改变颜色 这个重大的担子就落在你们造反司令部身上 也落在你们每个成员身上 而且从这里开始 帮助更多人 使他们更好处理这个问题 把上海200万工人阶级都发动起来 使上海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 做出更好的贡献 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 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 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 成为全国的榜样 事实上是 因为这里工人数量多 最集中 历史最久 像这样的城市很少 只有几个 老工人比较多 因此上海工人阶级 肩负担负着责任特别重大 革命责任重大 生产责任重大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 我这方面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我们更加相信了 同志们能够这样 能够担这样的担子 我也就把这样的情况 报送中央文革小组 报告中央 我想关于一般问题 就是这些 这一般问题 他讲完了 接着呢 他谈几个具体的要求 第一 承认上海工人造反 司令部是革命组织 从11月9日以来 特别是附近 控诉上海市委贯彻一条 资反路线的行动 是革命的 并立即颁发带有总部工章的秀章 这是第一条 一句话 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 你们的组织也是革命的 这个我在文化广场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已经谈过 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 同意第一条 不过在后面 还是还要说一下 今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 中央建议派代表的方法 避免占用过多的时间 过多的人力 二 绝对保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 经济保证 这一条上海市委已发出通知 不准给你们扣帽 故意刁难 你们回去以后应该受到欢迎 在这个时期工资照发 这个问题应该 应该这样做 这样我完全同意 第三 要曹提秋同志检查 并且把我们领回上海 并用公用大轿车送回家 曹提秋同志不是来检查了吗 当然这个检查是初步 将来还会要继续检查 他来了和大家见个面 这一条已经实现了 至于送回家去 这也不成问题 你们提前先集中一下再分开 这些细节问题就被修改了 我就同意这一点 第四 要开动除广播和报纸以外的 一切宣传工具 对前一段的谣言进行辟谣 再不许出现恶劣攻击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谣言 否则 那就是非法的 这个谣言是应该辟的 这一条可以同意 不过我觉得同志们 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 干革命哪有不受攻击的呀 没有攻击那还称什么革命呢 你要干革命就一定有人要攻击 你说他是非法的 咱就把这写上是非法的 甚至说要抓钱 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越是革命 越是正确 人家就越要攻击你 如果你是那么正确 他反驳不倒你 他摆事实讲道理 讲不过你 于是他就造谣 对一个组织是这样 对一个人也是这样 当前全世界共产党受攻击 听到谣言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光荣的 我们毛主席的一生 就是在人家攻击造谣中 一直到现在 还是受到攻击造谣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国内外反动派都攻击他 主席不是讲过吗 被敌人攻击是好事不是坏事 这句话就是主席从他亲身体会中得来的 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宽一些 你想你的我干我的 因为有不 因为有屁不胜屁的 屁不胜屁的谣言 就屁谣屁不过来 有些无头案还不知从哪刮出来 你没有办法屁谣 你看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谣言 中央从来没屁过谣 毛主席的屁谣人民日报总要登吧 你看见什么时候毛主席屁过这方面的谣 就这些事情要看得开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五 对上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 执行一条资反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这一条那天我完全同意过的 今天我还是同意 同志们 你们提出的五条 刚才我从韩浙一曹提秋交换了意见 我们完全同意 而且我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 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 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 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 我在这里也是一条 我希望你们每人给我提出一条 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要求 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十几条 五百几十条 那我的收获就太大 如果每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 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这样就可得到许多条 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 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 留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 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 并且希望你们打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 那就更好 可能在车间里工断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 都告诉我那就更好 那我就不但满足了你们的要求 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 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 我再说一遍 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 对我的帮助 还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继续进行帮助 如果有错误 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 不管我在上海期间 还是在北京期间 或者到其他地方去 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我随时准备听同志们的批评 接受同志们的意见 我讲就讲到这一些 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 要把身体搞好 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 都需要把身体搞好 同志们我就讲这些 没有了 这个很温暖 推心置腹的 动之以情小之一力的张春桥的这一次讲话 面对着500多上海造反的工人 张春桥安庆事件 为什么脱颖而出 一 独断专行 第二 毛主席给他站台 中央支持了张春桥到最后 第三 张春桥通过在上海和工人阶级的接触 推心置腹 以心换心 张春桥获得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中心的拥护 无产经济革命家就应该这样做 就应该这样的成长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